金钱的压力非常大 为了体现自己在朋友圈的责任和爱心 可能会花钱做慈善 但也可能因亲信他人的话而被骗一笔钱 与人沟通的时候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危机感 但你的主动沟通极有远见的话 有利于团队的和谐 月亮进入金牛座与火星形成对方向 情绪容易激动 在享受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被危机意识所干扰 内在需求与外在的事业追求不一致 也会为自我带来一些压力和挫败感 水星慢慢的靠近了冥王星 之前所遭遇的危机 有可能再次重新遇到 需要用新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